这儿有一个基础设计 是400 这样填完了 因为这儿呢 我们有经验项目属性的一个填 所以提示你了 它属于其他主管部门安排的 这样你看看还有错误吗 是吧 这样就对了吧 那么05-2表呢 我们就填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填08-1表 它也是一个明细表 我们来看表明 一般公共运算 就是基金限制 我们在基障版书经常遇见嘛 就是这个基金限制 那么财产拨款呢 这些客户名称吧 也熟悉财产拨款 后面的基本基础呢 也是有客户名称吧 指的是财产拨款下的 基本基础的这个统计 看数行 统计的是共同客户 客户名称的 只要你填的是客户名称 那么和行呢 是经理分类 所以说我们在查询要素里吧 你要选择功能科目 要选择经济科目 要选择经济科目 要选择经济性质 在科目那儿呢 你要选择财产拨款下的这些基面积出 来看看具体的怎么查询呢 你看功能科目查询要素这儿 功能科目要选择 经济科目要选择 经济科目要选择 这还多了一个 拨款种类 然后要选择一般公共预算的包困种类 那么项目需要选吗 这个就不需要选了 因为这个是表 不统计项目 然后在科目范围这儿呢 我们统计的是什么呢 要根据会计科目对应关系表 项目查询 然后呢在这儿 这儿有一个包困种类的 你要选择一般公共预算 最后查询出来是这个结果 既有功能科目 也有经济科目 还有包困种类 在本期这儿是有数的 那么有着这四项 我们这个表呢 就可以进行填了 我呢给大家模拟一下 这个正常的 这种全额财政包困单位 他们是怎么填08-11的 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其他收入 你全都是财政包困 这是大部分单位都应该遇到的问题吧 08-1和05-1 如果是前往财政包困单位 它两个表呢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先点击这个表的左上行 当然你要把合计这儿关掉 先点击左上表的这一行 然后呢 拉到最后 进入shave的键 点击最后的一个 是吧 这样全部选中了吗 然后呢 Ctrl-Z复制 找到 08-1表 点击左上角第一行 然后Ctrl-位 粘贴 保存 选核 你看看 是不是一下都直接过来了 这样的话 你的经济科目还会出错吗 你看看啊 经济科目还会出错吗 基金工资100 基金社费200 你看都是一样的吧 刚才还零五张一表